想問一問你今天拿著Winita Foo是想表達些甚麼 我幫幫忙拍你 拍她好一點 最主要是想她快點死 因為現在都是以為她有些像明朝的純精皇帝 就想梅山掉頸 大家知道中國已經爆發了鼠疫 因為當年純青臨掉頸前那一年也是爆發鼠疫 就寓意她快點死 其實她死了對中國好 對香港也好都是最好的其中一個決定 講回今次通過了民主人權法案 你的心情是怎樣的 她簽了當然是好 因為這個是中美共治的第一個階段 其實接下來之後還會有這個 Protect Hong Kong Act 和Hong Kong Be Water Act 其實都在等這兩個國家 但是簽了就好 因為代表了現在這個是中美共管香港的其中一個階段 往後之後就會見到更多是美中共管香港的一些事實 實證那個 其實你覺得其他國家會不會跟進美國這個制裁呢 這個是會的 因為始終美國是大國 她是盟友 其實你看到她過了這個人權法案之後 其實有一個Mannicus Act 英國 紐西蘭 美國 日本都開始都跟著 打算通過這些法案 還有之前都曾經傳出有些警員的子女 打算去紐西蘭都已經被她入境 其實都看得出是會跟從的 說回警暴 我們知道現在有超過5800人 可能單止5000多人 被拘捕 你怎樣看這件事 這六個月 這麼大量的人士被捕 我自己看法 其實警暴就不是香港本土的問題來的 警暴是一個病 你當一個病 它是一個病徵 病的根源始終都在中國共產黨身上 很明顯的就是 你見到就是中國共產黨 沒辦法在香港使用解放軍 唯有使用香港的警察 作為他們的黨衛軍 所以其實警暴是一個病徵 但實際上根源還是在中國共產黨上 你怎樣看天滅中共 或者驅逐共黨這句口號 其實驅逐共黨就是參考孫中山 當年的口號 驅逐白老恢復中華 其實是很清晰的就是 減免香港被這個西環干預 其實西環在憲法上 基本上沒有一個權力挺到 但是我們見到 它的影響力竟然出現了 其實我們來說 是維持香港的司法管轄權 你不要再猜入 那天滅中共全黨死清光 就是提醒中國共產黨 在八九六四時候殺過的人 和現在新疆殺過這麼多人 其實是有報應的 屬於一個宗教的天顯的其中一個方法 都很明顯的就是香港 一共有成五千八九十人被捕 受傷甚至死亡失蹤 這些都是和中國共產黨 是有直接的關係的 所以都提醒它做這麼多 我事有報應的 其實李大我們知道 有很多試圖逃出李大那些抗爭者 被捕的 也都有傳言說 那些被捕人士 被送上火車向北 行駛了去 你怎樣看這件事 為不為他的命運擔心 當然為他的命運擔心 因為其實李大那一役 對我來說是一個假的戰爭 因為實際上 它是由泛民和連登 不如推捧出來一個 沒有一個實在目的的戰力 純粹守護大學 而實際上 其實香港的八間大學 都一早受赤化 就是校長 其實已經是由上面直接委任下來 其實香港學生沒有辦法投票 選校長 然後就是見到的 裡面學校的老師 開始就赤化得很厲害 尤其是李大裡面 某些語言 基本上可以說 大部分都是比一個屬於 我們說是中國籍的教授 中國籍的講師 越來越多 其實大學本身已經赤化得很厲害 你保護的都其實保護不到 實際上只是泛民上推出來 利用人血 再做一次區選 這樣的效果 那 那 回頭就是 為他們擔心的 那 只能夠說 其實現在看到的形勢 就開始進入了 美中共管的時期 那就 不需要特別要做一些首成的抗爭 或者反過來 去到本身月初的流水式抗爭 只是集中對付中資的店 這樣就沒問題 那 你怎樣看香港的前景 香港的前景 對於我個人來看 香港的前景就是 只要能夠香港人對抗到 暗共泛民那邊 那其實就已經等於打倒共產黨 那 只要打倒共產黨 又能夠可以促成到這個香港自治 就是美中共管推導下的香港自治 那 其實 香港是 是攪拌世界的 就是左右逢原的 完全是 那 就是 你對這個 就是我對這個前景 對這個方向有信心 香港都很明顯 都在向這個方向而走的時候 那就 大家都可以各自努力 因為到中美共管香港自治那一天 就 就很明顯 大家都 順風順水 所以準備好 香港有這麼多的創意 就 去到那一刻就剛剛好 時間 好 1 2 目前 2 2 3 2 2 2